最初會飼養放牧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想要回到古時候的飼養方式 就是說機器是可以自由活動的 放牧最能符合的是說動物它本身性能的需求 畢竟它已經被我們圈養了 應該盡我們可能在它有限範圍內 可以讓它摩取最大的福利 像機器是說它最需求的就是像鯊魚 跟戶外的活動空間 機器會出來吃鯊子 那吃鯊子第一個就是它會清理它的腸道 那第二個的話鯊魚的話 機器會去整理它的羽毛 因為它羽毛裡面可能會有蟲子 因為太陽會遭到鯊子 鯊子會有溫度 它就利用這些溫度的來整理它的羽毛 那機器相對會比較健康 我們就不用用動物用藥 鯊子龍最大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它的機器沒辦法活動 第二個就是它的空氣沒有辦法流通 所以導致它們比較容易有病菌的交叉感染 那既然生病了就是去用藥 因為它們又沒有活動 所以就沒辦法去代謝這些藥物 所以久而久之就衍生很多問題 所以就是用更多的藥物去控制 畢竟動物它不會講話 它如果會講話的話 你把它灌這個東西裡面 它一定會給你麻 它一定很不爽的對不對 我們有種三千棵的樹 每天早上來 看到雞在草皮上這樣碗這樣走 那現在看起來感覺都很好 對大自然真的也是很好 因為泥花木的話它不會造成那個空氣汙染 還有水汙染 所以說生活在這種環境裡面 我感覺是很OK的 我們在不同條件下的環境 生產出來的雞蛋就是不一樣 你在一個憂鬱的環境 你不可能產出品質好的東西 你一定要在一個非常愜意 生活非常自在的環境 你的雞蛋才會是相對於比較好的 因為雞蛋是每天生活的必需品 它人一天當中 一定都吃到一顆以上的雞蛋 那這些雞蛋 就算政府有規定說 這些動物用藥它可以殘留多少 可是畢竟這些動物用藥 都是會殘留在人體體內的 那使用久了對人體就是不好 所以我們是這樣一路慢慢成長過來 我相信未來還有更多的問題也要去克服 但我們一定會堅持 就是要把健康帶給大家 再美女阿妻 你 duration 對 走 走 我uted